过生日 我觉得过生日算是 两个情侣之间 比较大的事了吧 我就给她准备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去吃饭 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因为一点点小事 发生了一点口角 她就非常地过分 那天天气也不好 下着特别大雨 她就非常过分 她让我直接下车 就提着自己的东西 给她买的东西 直接下车就往回走 然后当时就是 雨下得特别大 我一个人往回走 她从来 她就从头到尾 没有发过一个微信 打过电话问我到了没 路上的行人 就是路上的人 都是打着伞走 要不然就一段情侣走 只有我是一个人 提着东西走 我就 我送她的东西 然后我就扔进垃圾桶了 我从那一刻开始 我当时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男人 真的不值得 你特别忧伤 我没听明白 忧伤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当时雨下得那么大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没说清楚 你为什么下车 我问她今天有谁 她告诉我 她说有那女儿 我直接 我说你俩又交代了 那天本来是我伯生的 对吧 我叫了我所有的朋友 都来了 就我跟她订你好了 我说咱俩今天有啥事 咱回家说 咱俩别吵了 是吧 然后就在车上 她就给我撂起来了 但是她每一句话 都在维护那个女生 都在说我的不对 跟她有关系吗 根本就没有关系 但是你每一句话 都在维护她呀 你每次都在说她怎么好 我怎么不对 说我小心眼 我小气 我觉得所有的女生 都受不了你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允许你交朋友的 对吧 不不不 可是你把我扔下车 下着大雨扔下车 我觉得这是不能够原谅的 不能被理解的 那我当时不也生气吗 对吧 你是不想分手是吧 不想分 又胡搅蛮缠 又不懂事 干嘛不跟人分啊 但是我觉得 我所有的事都是为她好 可能她不理解嘛 因为我挺喜欢她的 不是 你喜欢她什么 我真没听出来 就有时候 她就特别单纯可爱 你也特奇怪 你怎么熬过这三年的呢 当时我觉得吧 跟她更认识那会儿 她对我真的挺好的 不是 我一见 她对你好的事都没听出来 我觉得她对我的好 现在已经盖过 她对我的不好了 所以就是 所以好像就体现不出来 对 你就直接分手就行了呀 你怎么会分不掉这个手呢 但是她就会 在家门口堵你呀 然后就是 就是经常给你打电话呀 然后不让别的人靠近你呀 这真是你做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失去她呀 没到那个点上对吧 你觉得什么 到那个点上了呢 我觉得当不了 我俩分不了 这是她的逻辑啊 你听明白 她跟她给你的描述是什么了吗 就是她不和我分手 完了之后 我也不会跟她分手 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想分手 如果她今天说分手 你还纠缠她吗 我肯定会呀 我根本就不想 肯定会 你看 你还爱她吗 别问了好吗 我真的 因为我感觉我俩就跟一个人一样 根本就分不开那种 那你为什么没在雨里淋着呀 你俩跟一个人一样 她淋着你的生日礼物 在雨里淋着 你开车走了 跟朋友去聚会去了 怎么淋的不是你呀 当然生气了 当然特别生气 你特别生气 那她跟你是一个人 她应该特别生气呀 来吧 丘比特问卷 你是不是觉得 就是姑娘嘛 就应该出去找个安分一点的工作 然后回来呢 好好地照顾大老爷们 是吧 该到年真的就生个小孩 是这样吗 差不多 小兄弟 睁开眼睛看看 2017年了 大男子主义不是用在这种地方 你以为对一个女人 呼来喝去的 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现在很多这样的事情嘛 是吧 女人读那么多书干嘛 女博士嫁不出去的 是吧 女人最好就要把家庭照顾好 把老公照顾好 这什么思想 都应该扫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我跟你说 你这样的人 我有一个词 叫口香糖男人 这种口香糖男人 你别看他黏黏糊糊 软了巴基的 你觉得他 好像是没什么威力 威力特别大 他威力在什么 他在管理你 他有一种粘性的东西 在管理你和控制你 到最后让你变成什么 你没有朋友 没有事业 没有生活 没有主见 因为到最后什么都是 他要掌控的 他今天跑来 说我不想分手 有一丝一毫 说要改变 要悔改的意思吗 并没有 因为他觉得 撵得住你啊 我用我老一套方法 你又逃不过去的 你又逃不走的 是吗 为他去丢掉自己的工作 你现在想想 值得吗 一点也不值得 你的事业 你的梦想 你的人生 要毁在这样的人身上 开什么玩笑呢 像这样的人 我跟你说 你分得掉分不掉 你并没有那么坚定 想要分手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这种人分得掉分不掉 先分了再说 分完之后三个月 如果你还觉得 我分手是错的 你们再在一起 先分了再说 但是我可以断定 他保证一直黏着你 因为这个是他的特性 赶紧地分得干干净净的 跑得越远越好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